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番旗是7月7号进行的一盘往旗 由黑方李长西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进场下 开局都是一些常规的下法 先走了几个定势 然后黑旗就发展上方的大模样 白旗往下逼住,然后在这里定型 黑旗往这走一手,贴住 白旗长,黑旗坚定,这样的话黑旗下方的根据地就比较牢固了 之后这个瞻看上去目数很大 但是现在不着急 首先白旗瞻,黑旗左边还是活旗 对于黑旗来说没有影响 然后现在是在布局阶段 这手旗就落了一个后手 完全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可以先去定型 实战白旗夹击 黑旗跑的话当然可以 不过现在这样跑 等于说再帮助白旗补旗 白旗可以往这儿虎一个 本来的话 黑旗除了这个二路打拔 还有三路夹的手段 白旗是比较头疼的 黑旗跑的话虽然说右边的空 把白旗打穿了 但是白旗下方的空就全部围牢了 这样黑旗还非常重 还要继续跑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旗就先保留这里的变化 选择往左边刺一个 然后继续在上方围 那黑旗不跑的话 白旗肯定是再补一道 这样右下角这里就比较完整了 接下来就形成双方互相围控的一个局面 黑旗继续扩张模样 两翼张开 实战白旗打入 那这个旗也是瞄着脚上各种三路点 这种掏空的手段 黑旗扎钉 因为白旗往右边也拆不了边 这个地方白旗最多也就是在外面 削一削黑旗的潜力 AI的建议是先从脚上动手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段 直接二路拖完之后断 黑旗打持补齐 那白旗向不飞出 这个地方白旗可以走得比较清零 黑旗一手旗也缝不住白旗 实战白旗往这儿掉一个 思路也差不多 反正黑旗缝不住 比方说黑旗往这儿飞过来 那白旗除了继续往前掏空 随时可以跳出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旗就不太好下了 那不太好下的地方就适合脱先 实战黑旗先把右上角这里的缺口补掉 这个是比较实惠的 防止白旗跳进来掏空 那黑旗不走的话 白旗继续往前飞 还要联络上方这颗子 反正这个局面AI就已经放弃对白旗的进攻 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好杀 所以说AI就选择往右边这里掏空 唯控唯不住就掏空 这个肯定是没错的 实战黑旗还是不依不饶 往这儿飞扩张模样 然后瞄着左边这里的跨端 白旗靠住补给手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完全补掉 白旗走在这儿的理想图就是希望黑旗搬 搬的话白旗往前长 可以看到这个旗形已经好很多了 接下来可以继续搬 黑旗也不敢断 断的话左边这里还有断点 搬过的话白旗往外虎一个 再往前压 这里压四路都不心疼的 因为左边白旗有这个二路小间的这颗子 这样的话黑旗的空围不住 之后白旗这个瞻还是先手 黑旗要连回 这样的话白旗的眼位就全部形成了 那白旗就非常容易做活 这个是白旗的理想图 那实战黑旗选择段 其实这手旗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因为白旗完全不怕 冲断的话 打持完全就可以现在这样的一行 就打持穿下来 黑旗直接搬住的话 也不太能挡得住 这个地方脚伤还有断 黑旗不管是沾一个还是虎一个 上面往心位打持再穿下去 黑旗这个旗行要崩溃 实战白旗走的是上方这手碰 这个旗就是想先在这里腾罗 黑旗扳白旗就断 打持把白旗抱进去的话 那白旗就灵活转身 可以往上打出完之后虎一个 这个旗就非常有弹性 这样的话眼位非常充足 也很容易做活 这样白旗的目的已经达到 黑旗的大空被白旗打消 实战黑旗长一个不给白旗借用 接下来白旗可能还是应该往这冲断 虎一个的话再搬出来 那虽然说黑旗上方的空被压缩了一些 但是补一手的话 黑旗的收获还是不少 这个地方黑旗补旗补的有些贪 还是应该拐住 拐住的话这个木树已经可以了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好 实战黑旗顶住 这个看上去上面的木树都差不多 主要是黑旗为了保留以后 往这打持扳住 把白旗包住的这个权利 这样的话白旗的空比较扁 然后黑旗中间也可以顺势走后 这个是黑旗的一个意图 不过这个空里面的味道就非常差了 从后续的这个进程就可以看到 黑旗在这里给自己埋下来一个隐患 之后白旗再往这儿掉一个掏空 黑旗唯一步 然后白旗脚上碰 这里全部定型 再往这儿靠出 这个地方反正就是不断压缩黑旗的空 白旗冲 黑旗反冲一手 然后往上顶住 接下来这个时候看上去 上面已经不太可能再打入了 所以说白旗就非常安心的把这个一路反正交换掉 这也是一个双先关子 然后右边冲再继续围 其实接下来如果说双方互相围的话 就会形成比较平稳的一个局面 很快就要收关了 不过之后黑旗直接打入的话 那这个局面再起波兰 接下来白旗靠压 黑旗挖一个 一般挖的话无非就是两边打持 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旗断打 从这儿打持的话 那这里的空还是会被黑旗打穿 这样白旗不是非常满意 所以说白旗往上面打再沾 不过这个地方选择并不是很好 黑旗可以往三路脱 利一个先手 上面飞刺先手 拐住先手 再往这儿贴住 活旗 活的也是非常干净 这样黑旗是最为满意的一个下法 实战黑旗先打持的话 算是一个俗手 可能觉得如果说白旗沾 黑旗再虎一个更好 这样的话白旗反而就搬不下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 白旗选择反击 直接往三路立 首先立到这一下 脚上的空围住了 黑旗目鼠就不划算 提掉的话白旗补一手 这个地方就不着急搬 搬的话上面这里还有冲断 白旗补一手 黑旗跳出 但是黑旗这块旗的眼位 是非常沉问题的 外面这里的联络 看上去也是非常凶险 接下来白旗往上靠住 想在这儿借近 黑旗如果说搬 那白旗断 可以通过气子 然后把黑旗这里的这个联络 先手分段 这样黑旗右边这块危险 所以说黑旗并没有理 直接选择往这儿跳一个 想要联络 接下来白旗点次先手 再沾 那黑旗这个地方是不太好下的 如果说往前冲 白旗可以夹一个 当黑旗顶段的时候 白旗左边冲 再往上面断 这个也是个先手 黑旗如果说沾回中间这两颗子的话 那白旗往上长 上面这两颗旗心就连不回去了 那这样黑旗崩溃 在上面补的话 那白旗往中间一冲 那这两颗子还是要被白旗断持 那黑旗的大空也被打穿了 所以说黑旗走了半天 只是掏掉右边的空 是亏了很多 始战黑旗选的挖毡 这个是黑旗的权力 然后再往中间拐住 白旗连回 接下来黑旗还是顶段 想先把上方的空围住 白旗断一个 试一下黑旗的硬手 但是就是这一手是硬手 让黑旗的空里面出起了 这个地方黑旗还是应该打持 不知道为什么 黑旗不仅是左边这里选择顶住 走得很沉 这个地方还要沾 黑旗这个地方的定型下得也太贪心了 沾的话目数好 但是接下来白旗顶住 右边大龙首先要跑出来 因为还不活 跳出白旗往上冲完之后 再往这儿虎一个 这也是一个好旗 接下来黑旗两边都需要补 如果说黑旗先往右边补的话 那白旗左边冲完之后再长 这两颗旗筋还是要被吃住 小金的话白旗冲断 这样黑旗还是要崩溃 那始战黑旗往左边补 白旗冲完之后 黑旗也挡不住 再挡住的话 以后上面这里断 黑旗气紧还是奥普 那旁边这两颗子的旗又被紧住了 以后白旗还可以扳字头 所以说黑旗是虎在这里 接下来白旗往前长 这个地方黑旗还不能随便冲 冲的话断打白旗拐住 那已经出起了 因为这个地方黑旗中间打吃 白旗反打就形成倒扑 黑旗的旗筋全死 所以说不能随便冲 只有往这打 往这打的话 那白旗右边打吃先手 再往上跳一个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右上角之前的后势 现在已经面临被白旗反杀了 现在连回后势的话 那白旗往上虎一个 那接下来左边要沾回这颗子 那黑旗只有冲完肉体 提到的话白旗再往上扳 还是可以把黑旗分断 最多也就是这里形成一个解身 但是白旗还有本身结 那这样下黑旗也不行 实战黑旗断打 那白旗冲下去 黑旗贴住 保证这里有一只眼 那白旗顶住收气 接下来黑旗冲 白旗一路立 这样的话黑旗这里还是假眼 那接下来黑旗的这个气势非常紧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 除了上面这里形成对杀 如果说黑旗在右边断 想要跟白旗中间这块大龙形成对杀的话 也是不太现实的 首先白旗可以双一个 然后跑出来 黑旗左边分断 白旗只要往外靠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白旗大龙逃跑 黑旗右上角还是要死 实战黑旗想在左边接近 那这样的话白旗就不跟黑旗纠缠了 直接把中间大龙连回 黑旗左边打 白旗反打 损失一些目属 但是安全连回 接下来就看右上角这里的对杀 实战黑旗虎一个 白旗先扑一个收气 打持 破眼 走到这里 黑旗认输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黑旗只有继续收气 收气白旗提杰 黑旗全盘能找得到的杰材 也就是在左边这里 可以找到两枚杰材 但是白旗还有本身杰 这里除了这手沾 以后往旁边断打 有这些本身杰之外 然后我们注意到黑旗右边大龙 现在也不活 而且外面白旗只要花一手旗封锁的话 黑旗就必须要继续往外逃跑 不然的话被闷住 直接死 那中间这一带白旗也是有非常多的杰材 黑旗右上角的杰杰拼不过 那大龙死掉 木属就不够了 好 那天盘旗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